父亲节到了 我让你们每人给自己的父亲 写几句想说的话 我都看了 有两个同学写得是非常好 我来读给你们听一听 小时候不明白 父亲那么努力 家里面为什么还是那么穷 长大后才明白 光是养家糊口 就已经是他最大的努力了 虽然我们家并不富裕 但我的爸爸却从来没有让我饿过 今天就是父亲节了 我想对您说一句 爸 您辛苦了 您的前半生我无法参与 您的后半生我奉陪到底 马文才写得很好啊 长大懂事了 我们经常说 不管你的学习怎么样 只要你有一颗感恩的心 以后一定不会差到哪里去 对 再来看看史太湘写的 父亲节来了 我想告诉爸爸 您虽然频繁 好像什么都给不了我 但却什么都给了我 感谢您不是超人 但却为我变成了万能 愿时光温柔善待我淳朴的父亲 往后余生 您陪我长大 我陪您到老 写得是非常好啊 父亲节虽然只有一天 但是爸爸的爱却是岁岁年年 我们经常形容父亲是山 但是他比山更加伟岸 形容母亲是海 但是他比海更加包容 也许我们的父母没有钱 但是他们却没有让我们挨过饿 也许我们的父母没有权势 但是他们却尽全力 不让我们受欺负 也许我们的父母没有本事 但是却很努力的 让我们过得很舒心 我们千万不要嫌弃自己的父母 见识段 不如我们懂得多 其实啊 我们只是站在了父母的肩膀上 见过了他们未曾见过的繁华而已 年少不懂父母恩 懂时不再是少年 所以同学们记住了 一定要懂得感恩和孝顺自己的父母 在这里 我也祝全天下所有的父亲 父亲节快乐